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IOH Talk 我是徐昕宇 首先我们想要来感谢台湾台中的张永瑞先生 与我们大家分享的一句话 多热心一点,哪怕穷热心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目录 我会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再来才是进入整个分享的主轴 就是我所读的大学 还有我主修的科系 然后在学习求学过程中印象深刻的课程 课外活动 还有相关的经验谈 然后还有我就读大学所获得的心得与收获 然后还有一些给即将成为新鲜人的你们 一些小建议 我的名字是徐昕宇 英文名字是Teresa 我的身高不是很高 所以呢在人群中常常会被朋友 遗忘或是找不到 但是我是一个爱做大梦的人 然后我觉得我都会把我的梦想 设定成我人生追求的目标 然后我觉得我一直在追求它 然后希望可以达成这些梦想 然后我觉得人生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也跟各位一样 就是一直在努力中 然后我们一起加油 这是我的海报 那海报内容会有一些有关我的叙述 那我高中就读的是 私立复旦高级中学的幼儿保育科 那我大学就读文藻外语大学 外语教学系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跟我在文藻求学的过程 有非常大的相关 那 接下来的计划是我在9月的时候会前往 美国加州大学合宾分校 就读英语教学学程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顺便修英语教学硕士 接下来我会先简单的介绍 我关于我自己这个人 那这一面叙述的是大猫咪小姐 那为什么是大猫咪小姐呢 因为我是狮子座的女生 那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猫咪 那狮子座的个性其实 我都 呃我觉得我还蛮具有 像网路上说的那些 狮子座应该要有的性格 就是我还蛮大啦啦的 然后呃我也是 呃我觉得我的领导能力也算是我一个还不错的优势 那虽然在外面有时候感觉会 像狮子一样有一点点强势 但是私底下的我其实就是一只大猫 对于我的家人啊我的好朋友等等的 其实我就是一只大猫 有时候好像有点懒懒的这样子 呵呵 然后我的信念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来翻转 怎么说呢 就是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会有一些想法 然后那些想法呢 他是很独一无二的 但是有时候那些想法他可能跟 呃主流社会跟一些社会上一般人的这些认知不太一样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啊我要融入 所以我就要放弃这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坚持己见 然后去让自己的想法化成实践 也没有什么不对 反而会让你自己的那一份独一无二 更加显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自己来翻转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然后希望也有很多人可以跟我一样 那另外一个大家所熟知有关于我的部分 大概就是Miss Teresa这个名字 那因为我高中大学都是跟 呃所就读的科系跟科别都跟教学有关 所以呢 呃还蛮常使用Miss Teresa这个称呼 所以大家小朋友要看到我觉得Miss Teresa 然后一些成人英文课的部分 他们也会一直叫我Miss Teresa 所以呢大家都还蛮熟知 泰瑞莎老师这个名字的 那 呃我求学的经历先大概介绍一下 就是我高中就读的是幼儿保育科 那那时候选择读幼儿保育科 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小朋友 然后 呃以前小时候在做那个 智力测验跟性向测验的时候呢 呃往往结果都是 我不是当总统 就是当老师 可是我不想当总统 所以我就觉得当老师我也蠻喜欢的 那既然喜欢小朋友的话 我就想说我想当幼稚园老师 然后 基本上幼保科他所设定的范围 就是0到6岁学龄前教育的这个部分 那就读幼儿保育科 接下来就会从事有关于 学龄前教育的这些工作 那我觉得像我们这些 学龄前教育工作者 都是开始学习的启蒙者 无论是0岁的小baby 还是6岁的小朋友 我觉得我们都是他们的启蒙者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把我所学的 每一科的知识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惯 跟道德养成 可以在这个阶段 交给我的小孩子 然后我的小孩子可以养成这一些好的习惯 是我们这些成为学龄前教育者 最大的成就跟骄傲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事这样子的工作 我很开心 然后又可以跟很多我喜欢的小孩子 一起生活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影响我人生做决定的 很大一个部分就是语言 那我一直都觉得可以讲很多国语言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那我现在会讲的是中文、英文 然后客家话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法文 那我觉得可以讲很多语言 就会有很多机会跟不同国家的人一起 就是聊天 那虽然英语啊中文现在是主流语言 很多人都在拼命的学 但有时候如果 比方说你今天跟法国人讲话 然后你可以说一点点法文 他们你的距离就会无意间又会拉近了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跟别人拉近距离 其实还满不错的 然后再加上我真的很喜欢交朋友 所以我觉得学语言是一件很酷的事 但是这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撞墙期 那我觉得成果就是我的了 所以就是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那基本上我也是一个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经验的人 所以我在求学的过程中 我以前也喜欢讲故事给小朋友听 那在大学如果老师有希望我可以去分享一些读书经验等等 其实我也不太会吝啬 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今天会来参加这个分享的原因 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可以能够分享给别人 别人可以从我的分享中得到一点点收获 我都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好接下来我要来介绍我自己所就读的大学 那我所读的是文藻外语大学 那就是看到这个校名 大家就知道我们是一所语言专门的大学 那我们文藻的校园基本上是非常小的 那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文藻 但是我们是一个像地球村一样大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文藻少收非常多的国际学生 所以基本上在校园中你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外国人 然后他们都会来自世界各地 那这些外国学生呢 他们来文藻主要大多数是要来学中文的 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图片上这边有我们学校的华语中心 那华语中心他在每一天10点 早上10点的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外国人 进进出出这个华语中心 那华语中心他是提供每一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中文学习者 一些分级的中文课程 然后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程度去休息 可以的符合他们的中文课 然后慢慢的进步上去 那华语中心也有提供我们学校应用华语文系的同学 一些华语教学的见习跟实习机会 然后他们可以在里面获得华语教学的一些技巧跟技能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台湾学生 国际学生跟老师相辅相成的一个还蛮重要的聚集地 那有时候他们也会提供一些活动 然后让国际学生跟我们这些台湾学生有进一步的交流 那国际学生他也可以来我们文藻修 就是修学位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系所里面看到一些国际学生 就像在德文系里面也有印尼籍的学生 然后在翻译系里面也会看到挪威籍的学生 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这文藻基本上就是一个地丑村 是一个还蛮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环境 因为你的周围不会是只有台湾人 而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人 你可以跟他一起找朋友这样子 好 那我们文藻他有分三个蛮大的学院 第一个学院是欧亚语文学院 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些欧洲国家跟亚洲国家的语言 那这里面有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跟日文系 第二个学院是英语暨国际学院 那他们就是跟英文有很直接相关的学院 那里面有英文系、翻译系、国际事务系、国际企业管理系 那国际事务系跟国际企业管理系 基本上他们的课程主轴 所有的学科都会是以英文这样子自己进行 然后我有非常多英文的臂展跟相关实习的机会 接下来是文教创意产业学院 那他就是以一个专业为主轴的学院 那这里面有外语教学系、应用华语文系、数位内容应用与管理学系 传播艺术系跟师资培育中心 那如果你是文教创意产业学院毕业的学生 基本上你一离开文早就会有非常多与业界相关的实习跟就业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文教创意产业学院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那大部分除了印华系以外 我们其他系所也会是以英文上课为主要的主轴 好 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3LS是算是文早的校训 就是呢我们在刚进入文早的时候 他应该给我们每一个学生的一些观念 那什么是3L呢 第一个L是Life 那文早希望每一个人 每一个来文早求学的无论是武专生还是大学生 在求学期间可以越来越了解自己 那了解自己了之后呢 文早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Language 那Language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学很多不一样的语言 你可以学法文你可以学日文你可以学西班牙文 然后你也可以用语言变成一个工具 去做传播去做教学等等的 所以Language其实是人与人沟通之间的桥梁 也是每一个人与世界沟通的工具 那所以这是文早带给我们大家的另外一个L 那当我们有了了解自己的Life跟相关的语言Language之后呢 文早就会希望我们能够拥有Leadership Leadership就是领导人的意思 那文早希望的领导人而不是只有在工作职业上面的领导 而是你可以用这个领导能力去领导你自己的人生 你先将你自己的人生领导完了 你再去做一些社会的服务 然后进而再用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 那这个Lead其实是代表很多个面向的 所以你有的Life 你有Language 你有个Leadership 你就会是一个还蛮完美的人的 那文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Servian的观念 Servian的中文就是我要去服务的意思 那每一个文早人在完成学业之后呢 都文早都会希望我们秉持着Servian的精神 然后投入社会与职场 所以呢其实我们文早有非常多的就是社会服务的经验 比方说像右上角的图片是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圣诞节活动 然后左上角的图片是我去天主教真福山跟上平国小及山林国小一个国小英语的营队 那左下角的是佛光山的英语教学营队这样子 那每一次参加不一样的营队不一样服务你都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其实每一项服务他带给你的心得会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从中领悟到的事情也会有一点不同 那我觉得带着这个服务的精神去投入在职场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不会是永远都以非常现实的层面去参 去对照自己的人生 而是除了现实层面之外 还有那种服务的精神带在自己的职场跟未来的社会工作中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人他会有不一样的 就是有多元的思考观念跟方向 我觉得这是对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的学习 好 接下来要大概讲一下就是有关于我所就读的系所 那我主修的系所是外语教学系 那外语教学系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全台湾这唯一针对TESOL课纲设计四年制的语言教学学系 那什么是TESOL呢 TESOL的全名是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 of Other Languages 就是我们教不是英语系国家的学生英文 这就是TESOL的意思 那外语教学系的课程大概有分哪些 那基本上一二年级是理论课程比较着重的部分 那三四年级会是剩下一点点的理论 然后与大量的实物 所以呢四年来讲你会有非常多理论课程 也会有非常相关的实物经验 同时进行 那大一大二理论课程的部分呢 有包含非常重要的外语教学概论跟理论语言学 那还有接下来就是针对听说读写单字文法这些 还有我们如何学习一个语言 这个部分来给大家做一些理论的概述 那有了前面这些理论课程的基础 我们就会开始去整合我们理论课所学到的东西 所以呢就会有语言能力整合教学 课程设计课程 还有教具制作课程 然后还有非常重要的教学实习 那我们的教学实习有分儿童的英语教学跟成人的英语教学 好那选读外语教学系你可以得到什么 那我们就读外语教学系之后呢一定会考到的这个考试叫做 剑桥英语教师认证TKT英文叫做Teaching Knowledge Test 虽然它并不是硬性规定的毕业门槛 但是如果你拥有这个TKT的证照 你在未来就业你就会具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学生在毕业前都会先去参加这个TKT考试 那这TKT考试它有分三个核心模组 还有儿童模组 那它会在我们文早做一个校园考 那校园考就会有团体报名的优惠 那你拥有了这些证照 其实它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全四个模组 就是这三个核心模组跟儿童模组都一定要考 你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选择你想要报考的模组就可以了 那你拥有这个证照呢你在职场上就会有比较好的竞争力喔 好那我们四年的这个课程中 我们会不断的在培养每一个学生设计一个完整教案的能力 那所以我们会从大一开始就会在写教案 一直写写写写到我们大学四年级 那呃我的习惯是我会去把我自己写过的教案存档 所以当你当我大四的时候再回去看我大一的教案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我自己明显的进步 然后你会看到随着你自己所知道的理论越来越多 你在写教案你所看到的观点就越来越不一样 所以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其实呃可以看到自己在教案上面的进步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开心的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外语教学系给我们每个外语教学系学生一个很重要的实力 接下来外语教学系其实在四年中 虽然有硬性规定我们一定要参加教学实习课 但是我们在大学四年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断的提供很多应对 然后还有很多相关的与各个单位工呃各个机关合作的一些呃课程实习方案 所以其实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可以去透过应对啊 还有不同的教学经验去慢慢累积自己的技巧 那到大学四年级我们在实行这个教学实习课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过去应对所呃呃 就会帮助我们拥有的经验去慢慢的强化我们在实习课里面可以拥有的就是教学能力 那就会帮助我们实习的过程 这个教学实习课的时候可以更加顺利 那图片中看到这是我们教学实习课成人英语教学的部分 那成人英文教学它主要是针对比方说在职工作者跟或是一些已经退休的呃工作者 或者是有一些他可能是就是一些阿姨啊叔叔他们是可能自己的小孩在呃英语系国家上班啊 或者是他们英文非常好 然后他们希望可以自己的英文也可以很好 然后让自己有办法跟自己的小孩沟通所以他会来上这个成人英语课程 那所以我们成人英文课程它所涉略的主题就会非常的广泛 有旅游啊有美食啊然后还有比方说工作职业啊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 时事议题等等的所以呢我们所涉略的范围跟课程设计的部分 就会要跟呃时事那些会有比较多的相关 那再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呃教学实习部分就是儿童英文的部分 那儿童英语的部分它虽然涉略的也非常广泛 但是我们是要以小朋友听得懂的语言去教他们 所以这整堂课程最大呃与成人外语教学最大不一样会是在于 小朋友的部分会有很多操作的游戏啊还有一些比较动态静态 并行的这些游戏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他是起来跑跑跳跳 有时候他可能是坐下来跟同学一起完成一张小小的海报 那就会像图片一样图片上面这个是呃我们给小朋友做一个呃动物的图片 那他上面可能小朋友现在这个图片上面做的就是一只crocodile 一只呃鱷鱼 然后他们在riggle its hips 就是他在那个鱷鱼在摇摇自己的尾巴这样子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发挥创意去把他们想像中的这个crocodile 画出来 然后这期间他们就可以用英文去沟通他们想要什么颜色的尾巴啊 什么颜色的头我们都不会去限定他们 所以就是让小朋友有很多发挥的空间让他们在操作中可以学习到语言 那这个是儿童音语教学最重要要著重的部分 就是呃动静态的活动跟语言学习是并行的 那外语教学系带给我们每一个学生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增长 就是在同侪学习跟团体合作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的课程四年来都是全英文 所以有些时候互助学习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呃今天可能我英文程度稍微好一点 我就可以将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分给那些呃有一点跟不上的学生 所以其实我们在大一呃的一些理论课程中我们会有很多的呃小组报告 那这个小组报告就是一种呃经验的分享 就是你在课堂上你学到什么的经验分享给你的组员 然后一起跟他完成一份作业 那其实有时候团体分享他也不是那么顺遂所以呢 在这之中我们就会累积到一些沟通分析 然后还有问题解决的技巧 那其实同侪学习他的效能会比个人学习会来的好一点 是因为你们不会我们不会只是一个人苦读苦读 而是你可以跟别人一起切磋琢磨 那我觉得无论是开心的完成一份作业 或是这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 都是帮助我们在呃互相合作这个点上面 会有不一样的就是增长跟进步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外交系透过我们很多次的呃 合作的经验跟团体的经验 我们学会的不是只有专业上的知识 而是如何跟自己的组员 还有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完成一份作业这样子 好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也是帮助我们呃 在自我成长这个方面有另外一部分的就是挑战 也是另外一部分的学习 而不是只有课本上这些硬邦邦的知识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会针对职业发展的部分做一下介绍 选读外語教学系难道只能当老师吗 其实不见然 好那当你念完外語教学系 你当然可以从事目前的教学工作 那我们外語教学系可以提供大家的就是 儿童英语教学的经验 成人英语教学的经验 还有一些企业团体英文教学的经验 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从事这三部分的英文老师的工作 那接下来你可以从事幕后行政的工作 那因为我们有教材设计课 也有评量设计课 然后还有就是课程设计课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站在台上显得比较没有那么有自信 但是你很会设计课程的话 你也可以做幕后设计课程的部分 然后再交给目前工作的这些老师 来进行实际的教学 那所以一样你们可以选择做造材设计的工作 评量设计的工作 还有儿童成人 企业团体课程设计跟教具设计的工作 好 接下来要讲的是有关于我在文早就读的印象深刻的课程 那这部分我要介绍的大概都跟外里教学系没有直接的相关 但是这也是我在文早所就读这4年来 我所... 让我留下蛮深刻印象 然后我觉得影响我蛮大的课程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是全人发展课程 其实一刚开始大家听到全人发展课程 会觉得说它好像是一件很艰深的课程 好像会讲些什么人类发展啊这些等等的 但其实不是 全人发展课程它是跟我们生活上有非常息息相关 比方说有关于我们自我成长 如何拥有自信 然后怎么样跟家人经营好良好的亲情关系 如何跟朋友相处 如何从课堂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才可以更了解自己 所以这些这都是全人发展的主軸 我们会针对不一样的议题然后结合时事 然后再做分享 有时候可能这个主题你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 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无聊 但是有兴趣的主题 其实我觉得你会学到的很多 然后你也会间接的了解你自己 那所以全人发展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全人发展老师他教学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像我...对我来说蛮印象深刻 这个是曾经...就是如同照片上讲的 只是曾经我写了一个 有关于最后四堂星期二的课 这一本书的读书心得报告 那其实我本来 就不是一个很会写读书心得报告的人 但是全人发展课程让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去透过看这一本书 然后反思一下 有关于我自己的一些状态 那其实那时候我大学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还蛮壮强期的 然后但是我刚好读了这一本书 我就还有机会去想想看自己这些 壮强期阶段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我从这些困难之中 我找到什么解决方法 然后有哪些困难是我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然后我可以继续努力 然后我期望我接下来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变等等 那就是刚好全人发展这个课 让我有这个读书心得报告的机会 让我去花时间好好反思一下我当时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写完这一篇读书心得报告的时候 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觉得 就是原来我还有一些部分是我不那么了解自己的 但是因为这堂课的关系 所以我发现我了解自己多了 那么一点点我觉得还蛮开心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门课还蛮值得的 另外一个课程是导览与解说课 那导览与解说课我当初想要选的这个原因是因为 如同我前面叙述我自己 我是一个很喜欢做分享的人 然后我自己又从事教育 呃都是研读有关教育有关的课的学系 所以我觉得导览与解说其实跟我的个性跟我 以及跟我所就读的科性那些都有一点点的相关 然后我觉得这本课程它的课纲里面有蛮多实作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有更多的经验去养成 我有更多的机会跟经验去养成自己 刀烂与解说的技巧 然后让我在台上可以更有自信这样子 那所以果不其然前面半个学期呢 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仪态啊用字啊等等的这些技巧 那后面这半个学期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老师 他提供了我们一个还蛮不错的旅展工读生的经验 然后这个就是实际超 让我们去执行我们在平常前半个学期的 呃那些仪态啊用字啊这些课程里面所学到的这些知识 然后活用在旅展这个上面 那等一下下一个部分我们会再跟 针对旅展这个经验做更多的介绍 但是在这一次旅展的经验 呃除了有了实物的实际训练之外 然后其实也是培养问题应变的能力 所以他问题应变他跟导览与解说 其实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要介绍的东西是你比较不熟悉的 那你要怎么样 呃透用你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跟你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去做一个结合 我觉得其实也是还在实物训练 跟这次旅展的呃的经验中 我额外学到的另外一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其实实物经验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这一门课 他提供了我很重要的实物经验 我确实也从中找到了比较更多在导览与解说上面的自信 好接下来我会来介绍一下我在文藻所参加的课外活动 我觉得我非常建议每一个大学生都可以参加一个课外活动 因为你可以学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也有机会跟不一样的人共事 好我参加的是文藻国际服务学习团 然后我们就叫WISLA WISLA是文藻国际服务学习团 那这个WISLA这个社团 他主要就是以我刚刚前面有讲过 Servian为主要的精神主轴 就是服务学习 那我所参加过的征服3的这个 呃征服3与上平国小山林国小的这个营队 所以我从里面学到了很多 然后虽然我们的社团也有提供在海外服务的经验 但是我所拥有的经验是主要是 着重在国内服务的部分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其实我在参加连续两年的上平国小 与山林国小的呃志工服务中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是只是他们的大姐姐跟大哥哥 而是我们也是他们的学生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 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给他们最重要的就是 一些平常在学校他们比较没有的陪伴 我们不是只有上上一些硬邦邦的知识 我们是透过玩玩游戏去让他们学习一些伦理道德啊 然后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英文啊 或者是课堂上学不到的中文 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用这些 我们大哥哥大姐姐提供他的大币游戏也好啊 然后还有课堂上面的更多的更多机会的分享 然后去让他们更能够从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我觉得其实营队带给他们最重要的是聆听跟分享 因为平常在上课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聆听的比较多 但是我们在营队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不是只有聆听 而是分享 然后我们每一次连续两年的营队都一样 我们每一天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小朋友也可以分享他今天学到什么 然后他希望他明天可以学到什么 那其实有些小朋友他们随着跟我们相处的天数越来越多 他们就会越来越敞开心房 所以有时候其实他们分享的东西不会只有针对课程上面的东西 而是他跟你分享其实他真心觉得就是可能他很喜欢你的课 然后他希望可以带给他的弟弟妹妹一样的课程 所以他有时候其实我们所听到的回馈 比我们原本预设我们可能会听到的回馈还要多很多 然后有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来跟我讲过说 他听完我讲的故事之后他回去讲给他弟弟妹妹听 然后他希望他以后也可以跟我一样变成一个很爱讲故事 然后也很会讲故事的大姐姐 那其实这对我来讲 其实我觉得我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爱弟弟妹妹的小孩 然后我觉得我也我在讲故事这方面影响到他 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也非常开心他跟你跟我分享这一件事情 然后让我知道其实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然后我也想要继续的从事这个服务学习的工作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 然后我也希望我也可以带给他们服务学习的观念以后 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他们也可以当当看就是服务学习者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个Wisla他带给我的 不是一个当大哥哥大姐姐然后陪小朋友玩的经验而已 而是我们也可以从小朋友的回馈中去里面学习 无论是在自己专业上面还是一些心灵层面的增长 我觉得其实都是我在从事这个Wisla的课外活动 这个服务学习的经验当中我额外学习到的很多道理跟经验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也很建议每个大学新鲜人也可以去尝试看看 每自己学校的服务学习团体 我觉得你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好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经验谈是跟自己所就读的外语教学系 很有比较相关的一些经验谈 然后我觉得他这些经验也蛮丰富了我自己的大学生活 第一个我要分享的是我在印尼四水台湾学校当实习老师的经验 那这一个印尼四水台湾学校的经验是与政府合作国内大专院校临选 选送学生国外专业实习计划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是根据自己大学的学业的表现 然后还有专业能力的表现 然后去临选出来的这个实习经验实习计划 那我觉得我可以入选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然后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与大家分享 那这个印尼四水的实习老师的经验有分 第一个部分是国小国中的英语语言整合课程 跟中文语言整合课程的课程设计及实作 那在印尼我们四水这个地方 他有蛮多华人比方说台商还有路商等等的 所以呢他们算是一个国际学校 那国际学校他们是中英文各办的课程 所以有中英文的国文数学自然社会健康等等的课程 那我们在我们这一次的实习经验中 我们就是要去一样设计有关于中文英文的整合课程给他们 那一样要设计有别于平常学期间所上的那些聆听比较多的课程 我们也是要做比较多操作啊游戏啊跟分享的这些课程 对 然后所以呢 小朋友在课堂 我们所设计的课堂中 我们就可以看见 其实有些小朋友他们在学期间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分享 但是经过我们几周的就是分享养成课程之后呢 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有团体合作 那你就会看见随着时间的改变 你就会看到那些比较内向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渐渐的开始就是跟同学一起分享 那就像这张图片右下角的这个长头发的妹妹 她其实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她第一个礼拜她基本上她就是在团体中 她就会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 然后她也不太会 呃不太会举手法眼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流行那个 呃那个Let it go 是什么 冰雪奇缘 对冰雪奇缘 然后所以很多小朋友他们就一直分享说 老师我有那个什么冰雪奇缘的比呀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其实那妹妹也有 但是她就是不敢分享 可是到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她就会她肯定刚开始是偷偷跟你讲说 老师其实我也有欸 然后到后面她会直接就在课堂上面讲 老师我其实真的有那个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呢其实不是只有针对她自己拥有什么东西 而是在学习的部分 我们在学习给她们一些真正的知识的这个时候 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 这个妹妹她在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她也渐渐的就是会主动的分享 然后主动的参与讨论 所以第一个礼拜她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坐在位置上 到第三个礼拜她就会搬提起她的椅子 然后挪到其他小朋友旁边跟她们一起讨论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小朋友一路上的进步 然后在语言跟表达能力上面的进步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设计国中小语言课程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我觉得我们都有达成因此很开心 另外一个部分的教学实习是幼稚园双语活动设计 以及生活教育 其实幼稚园在四印尼四水台湾学校 她也是中英文并行的 但是设计幼稚园课程 她就会牵扯到一些生活教育的部分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教她们语言 而是我们还要教她们养成生活习惯 那这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经验 是因为她可以结合我在高中幼稚科所的所学 跟我大学在外语教学系的所学的整合 然后所以我也可以 因为我在这一次的实习计划里面 我是我们学校的总招 所以其实我还要负责教导我其他的这些组员们 如何去教幼稚园小朋友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她真的非常 这个经验真的是非常的值得 是因为我等于可以把我高中跟大学的所学 分享给我的组员 然后我们一起来设计一些生活教育的课程 带给这些幼稚园小朋友 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会玩一些讲故事 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像这张图片上 我们带她去上体能课 然后让她们去从体能课 比方说我们今天要玩跳跳马 然后我们就会用跳跳马去介绍颜色 然后我们会用体能课去教她们 什么是jumping 什么是clap your hands 什么是jumping jack 这些东西 然后她们就会 欸渐渐的从这些动态的操作中 也学到了语言 然后在静态的说故事中 她也可以学到了一些简单的分享 然后简单的有关语比方说可能是颜色啊 然后可能毛毛虫变成蝴蝶啊的这些过程 这些知识 所以一堂故事课可能就可以学到了认知 也可以学到了呃 呃 学到自然课程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幼稚园的课 她是非常的多元 然后也非常的呃 动静合一 所以我觉得其实呃 我带给我的组员 还有我自己的成长 就是在于语言课程跟游戏 可以再做一个结合 然后让我跟我的呃 呃 组员们都可以在这里面 学到一些教学的经验跟知识 好 那介绍完印尼四水的实习计划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是旅展工读生实习计划 呃 呃 的 工读生的经验 工读生经验 这个旅展工读生经验 是我在前面印象深刻课程里面所讲的那个呃 导览解说课 她给予我的呃 老师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工读生的经验 就是去旅展当工读生 那 我下面有一个哆啦A梦 我觉得哆啦A梦就是我 怎么说呢 因为我这一次旅展工读生 我也是总招 所以呢 我又有不一样的就是领导的经验 那 这一次旅展的 工读生经验里面 为什么我说我是哆啦A梦 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从事这个呃 呃 总招的工作 我们有做非常谨慎的就是行前安排 因为行前安排就有包含 帮我们的组员申请老健保 因为我们是有微薄的薪水可以拿的 但是我们就变成一定要跟老健保合作 我们才可以领到我们的薪水给付 那还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展览 会有厂商会有督导 会有工读生会有贵宾 我们都要帮他设计通行证 然后要搞清楚哪一些人他们是哪一些 不哪 要用哪一些呃通行证 哪一些人是贵宾 哪些人是督导 哪些人是记者 我们要发对东西 对 这些我们总招都必须要知道哪些东西是属于谁的 然后我们才可以交接下去给我们的组员去做安排 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新鲜统筹是非常的谨慎 而且也非常的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紧密的 所以我觉得 呃 而且我们还有跟另外一所大学合作 所以我们还有沟通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要做安排 所以这是 就是 我有点像是哆啦A梦 你要变 我们可以变得出很多东西这样子 那 还有就是 总招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到实际 我们真的旅展开始了 我们要具有人员调度的能力 因为我们就要非常清楚知道 呃 比方说 呃 中午的时候 机动 呃 负责雇那个展场安全门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调度机动组的人去 让这些去守这个安全门的位置 然后让安全门的人可以回来吃饭 然后什么时候 要派什么样的人去送便当给正在卖票 售票亭的人 然后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哪一组的人遇到了什么紧急状况 他们没有办法在同时 坚守岗位又可以处理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 我们总招就要出来赶快解决他们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去占他的位置 然后他去解决问题 也有可能是 呃 他继续做他的工作 然后我去帮他解决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调度人员 跟了解每一个人工作的这个部分 是我们身为总招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们随时都要进入状态 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守安全门就去守安全门 我们现在要去呃 广播台我们就要去守广播台 然后我们要我们要准备去拿饭 我们就要去拿饭 然后还有有关于像接待官员 像我们也有接待总统的这个经验 那我们就要去安排 比方说谁谁谁要负责在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谁谁谁要站在哪边 可能要递剪刀 然后什么时候什么人要上台 然后给那些官员们一些方向 然后做剪彩的活动 呃的这个动作 然后所以其实这些部分我们总招在跟呃我们的老大 就是那一些就是旅行工会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 我们总招就要先做第一阶段的了解 然后我们才可以把这些工作传给我们底下的组员 各组的组员 然后做一些人员调度跟工作分配的安排 所以其实总招无论是在行前还是在旅展的工作 实际工作中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 然后就像哆啦A梦一样 一样我们还是要变出别人变不出来的东西这样 那我觉得在这个旅展的经验呃 呃除了这些人员调度 然后实际操作跟问题解决的经验之外 当然还有有关于当时我休息的那一门课 导览与解说的部分也是 唯有实际运用这些导览解说的经验在这个旅展的工作中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时很多鸟的经验 因为你一次学到的东西不会只有一种 他是很多元的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要来讲有关于我上大学四年之后 我所获得的心得与收获 然后也是呃 针对自己在上大学的这个时候做一个小小的反思 好 然后我觉得其实上大学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拥有 面对未知的勇气 为什么 因为其实大学生活他不是只有学习专业知识而已 他是呃可能你第一次离开家里 然后去自己一个人生活 然后第一次你拥有全权掌握自己生活的权利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几点要吃饭 你要几点睡觉 几点你要打电动 几点你要出去约会 跟朋友出去玩 去夜冲等等的 那有时候呃 有时候他可能会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觉得 不要去害怕这些意外或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当你真的呃 这些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呃我觉得其实就是培养我们问题解决的能力 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当你可以解决你这些未知的事情的时候呢 呃你所得到的东西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就不要害怕去面对未知 我们而是要打起勇气去面对这些未知 然后呃我们所得到的会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多很多 好接下来就是 大学生我觉得真的就是要不断的在寻找 所以我觉得大学生活是一场寻宝游戏 怎么说呢 因为你大学生就像前面讲的 你会有很多未知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呃你可以从里面去探索自己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是要去找一个朋友 然后跟他讲说呃 跟他讲讲心事啊或是成为他心事的聆听者 这样子 你可以去从里面去找到更多不一样的你自己 然后有时候你可能是主动的去寻求师长的帮助 比方说你可能真的在专业知识上有一些困扰 然后有一些有问题的部分 你要可以去找到这些老师 然后主动的去寻求帮助跟解答 那你学到的东西就会是更扎实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害怕去寻找帮助 跟寻找你不知道的东西 或者一或也可以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你去寻找你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可能你是去 像我就是去当志工 然后有些人可能去学学吉他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你学到这些东西 诶 其实他可以帮助你的大学生活 有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而不是永远都只是在读书考试 读书考试等等 好 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可能是找个打工 也是寻找 只是你可能去打工你就 诶 从打工里面你就可以累积工作经验 所以我觉得是大学生他就是 你有非常多的时间 你就是要不断的去寻找怎么样 去让自己这个时间变得很充实 然后还有就是大学生 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说话 我觉得说话是一件 呃 他是一个艺术吧 很多人都说舌话是一件艺术 我也是这么认为 那我觉得 呃 有时候可能只是就是 可能问个问题 你大学你可能问了一次问题 那你可能觉得 诶 你可能没有问到点 你下一次你在问的时候 你就会根据你这一次问问题的经验 去找到更多可以问到问题重点的这个技巧 诶 那你说话能力就会不一样了 然后因为大学你可能会有很多时间 跟朋友相处 那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跟人沟通会更好 然后怎么样可以迅速的跟人家达成共识 有效率的达成共识 这也是呃 增加我们说话的呃 能力的一个实际的体验 所以其实大学他也提供我们很多机会去说 然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我觉得大家也是不需要吝啬去说 就是说出自己的想法 那你所收获到的东西也是非常充足的 还有接下来大学就是不断的做中学 那做中学他是呃 一个教育学家杜威他所提倡的思想 那我觉得呃 他也是蛮落实在大学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就像我这个图片里面小朋友一样 我们都是不断的在操作中学习 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可能跟同学一起讨论一个 有关于专业知识的报告跟写一个海报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一起完成作业 有时候可能我们一起去夜冲 你看也是做中学 因为呃你可能从来没有夜冲的经验 但是因为你们互相帮助 所以你就有了做中学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学他时间一样 大学时间真的很多 我们就是不断在里面获得就是呃 非常多的实作 然后非常多的呃交友的经验跟 获得知识的经验很多操作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中学他也是可以落实在大学生活中 那当我们可以灵活运用这些做中学的经验 我们在面对职场 未来职场的呃工作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比较不会觉得就是呃会有恐惧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学也就是不断在做中学哦 好 接下来就是进入这个演讲的结尾 讲分享的结尾 就是给大家一些小建议 我觉得呢首先要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 每一个人你都是非常的特别的 就像我一刚开始在介绍我自己一样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自己翻转 那我自己在人生经验的过程中 我也有一些想法他可能是呃 不那么符合主流 但是我一直都坚持到底 那因为我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就可以凸显我自己的特别 那我就会觉得每一个人其实你也有你自己特别的地方 那大学他就是有充足的时间去让你找到你自己的独特 那如果你找到你自己的独特 也记得不要吝啬的去寻找可以接受你独特的人 然后也不吝啬的去分享你的独特 我觉得让别人去看见你是一个呃 做中在这个做中学中去找到独特 呃特别的你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要加油你都是非常特别的 那最后就是呃 在大学生活中你一定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跟新的启发 你可能会从你以前的经验找到了一些启发 你也可以从大学生活中找到新的创意 那有了这些新想法跟新的启发 我觉得也是不要吝啬的去分享你当你会分享之后呢 欸其实你可以带给不论是自己还是给别人 你都可以是互相学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不要吝啬去寻找这些新的想法跟新的启发 也不要吝啬去将这些新想法新启发 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 那你的大学生活就会非常的充实又愉快 好这就是我今天整个分享的过程跟呃 这个分享的一个结束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寻找呃我的专员 那我的专员可以提供呃跟我联络的方式 然后你有问题的话欢迎你来找我询问 然后谢谢大家的聆听 然后祝大家都会有美满的大学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